大家好啊 我是小冬 现在是上午11点了 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些稻谷 现在已经成熟了 金黄黄一大片了 今天收割机已经来到这里 要收割这些稻谷了 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稻谷 非常不错啊 很饱满这些谷都是很饱满的 看到没有 大丰收啊 大丰收 今年大丰收了 这些收割机70块钱收割一亩 现在耕田是非常轻松的 不像以前什么都要人工来收割 这些都是大型的收割机 收割一亩只要1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几分钟都割完了 好了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这些收割机是从外地开到我们广西贵港这里 很大型的收割机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现在割到我那一块地了 我种有一亩田了 够自己吃大半年了 两台收割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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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黄黄一大片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些收割机非常快啊 工作效率非常高啊 现在都是钢田钢地都是机械化 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 以前割一某天七八个人来割 要一天时间 现在你看一下几分钟就可以了 这一片田大概有上千亩都有啊 两三天四五天时间大概就全部割完了 非常快啊 今天早上有五台五台收割机 稻谷收割机来到这里那边有一台来了 四五台收割机很快就把它割完了 现在在收割机 可以先割其他富然的那些 等一下就割到我那块 很快的 想想以前小时候啊 要用那个镰刀来割那个稻谷啊 真的是很辛苦的 特别是现在夏天了 一身汗 现在耕田很轻松了 都是机械化了 非常的方便 我们广西这个地方 可以一年种两道雪 两次水稻啊 现在割了马上要 要撒那个谷种 那个大谷啊 又要把它推平 然后又种下去了 秋天的时候又是一片金黄啊 一年可以种种两次啊 它是一个大谷啊 的 第四个谷啊 到ted 我要过去装这个稻谷 我的普通话也有点说的太差了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先记上了 拜拜